新科臺北市長蔣萬安 今天上午來到的議會跟議員拜碼頭 希望府會和諧順利推動市政 而蔣萬安更是主動找王世堅握手寒暄 不過一旁的臺北市議員徐曉昕 游淑慧呢 趕緊上前來鼓噪 要王世堅拿禮物出來 只是王世堅沒有帶禮物 乾脆送上手指愛心 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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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蘭從中一點綠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王世堅 從頭號科學家變身為講師 新科臺北市長蔣萬安來到議會拜碼頭 參加議員就職典禮 除了自家黨籍議員之外 敵營更得好好打照面 尤其是炮火最強的王世堅 就在蔣萬安來到議會拜會 尋到尾聲時 主動找了王世堅寒暄 一旁的國民黨女議員徐曉昕 游淑慧見狀趕緊衝上前來大聲喊叫 就要你王世堅拿出禮物來 與平常在議會飆悍的樣子截然不同 王世堅腺笑了笑 說他沒有帶禮物啦 於是在眾人鼓噪之下 王世堅手筆的空氣愛心 倒顯得誠意十足 兩人三百六十度轉一圈 手上的愛心也跟著轉圈圈 但王世堅私下表示 自己其實有準備好禮物 只是賣賣關子開議時再送 不過王世堅未來議會質詢 可不會像現在這般好笑臉 對於蔣萬安不看好 王世堅的新頭號現在還非柯文哲莫屬 就等王世堅這位蔣師調教之後 蔣萬安應對可得突飛猛進 記者蘇志祺夏軍臣採訪報導